一个女王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 很爱女王的国王 杨景华Pandora是爱 要男友当他的王 我记得是我在刚开始 就是拍戏的时候赚钱 就是工作的时候刚开始 可是需要实时地提醒自己 就是要有更多的自信跟勇敢 去面对你未来的梦想方向 我突然那时候看到Pandora 他们的故事 这个品牌的故事 让我觉得 他们其实非常重视 女孩子女性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 就买了Pandora的也是手环 因为对我来讲 手环是最好搭配的 从最初买入象征自信的 Pandora视频鼓励自己 现在的杨景华事业爱情都得益 自认更需要的特质是 建议然后 做一个 自由自在 然后可以做 自己做主 的一个 女王的性格吧 太喜欢当公主 可是我觉得女王布丁 就是所谓的你们好像很霸气 我觉得所谓的女王是 让自己 找到很多的事情 可以让自己开心的 然后让自己更 更聪明的 然后更自在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自己的女王 男友的啊 有没有什么串事是比较像国王的 一个女王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 很爱女王的国王 所以面称男友平时不带饰品 却又一面自打嘴巴 只为放闪 但我相信如果 我买Pandora的饰品给他的话 他一定会带头的 因为我们两个在意的就是 见面的 的时间的感觉 来比东西重要 对 没有啦 谁讲六月 没有 我根本都不知道日期好不好 时尚东新闻 不知道 冤枉啊 把导 讀不念 Metam 我 我要 地相 上